模型做好後我們來簡單上個顏色 不能說到質感我們上個顏色 身體一樣 跟之前一樣很簡單我們身體要幾個顏色 身體黃色眉毛跟嘴巴 我們這裡給他先身體 這裡我已經有製作好材質了我就直接拿指定 再來是另外兩個部分 嘴巴 去可接取 去可跟眉毛 bro 這裡有眉毛就直接拿 好我們這裡看不到顏色我們直接切到虛領的部分 一樣他還沒有被 告訴他說哪個部分是 那個顏色所以我們進到edit mode 選到面然後指定到我們的材質按assign 將顏色指定給他我們所要的部分 這裡嘴巴 check assign給嘴巴 好眼睛一樣眼睛有眼白跟眼黑嗎 質感這裡我已經先做了 就不對數 在這裡 好這裡 這裡眼睛 一樣edit 模式 assign 這樣我們就可以 有眼睛 的部分 好 好 再來 比較不一樣的質感是 眼睛外面的這層玻璃膜 Glass 玻璃膜 這是這一節比較主要講的 好 我們要怎麼做呢 Shading 我們進到Shading 我們來按這個質感 Shading 現在這個一樣是沒有材質嗎 我們加一個 New eyeglass Glass 這裡的話 我們是 BSDF 我們是可以直接讓Transmission去做 慢透明 這裡大家會發現說 他沒有透明的效果 也不是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在水嶺材質的最下面這裡 他有一個叫Setting的裡面 有Blend Mode 這是針對一些透明的物件的時候 他還需要一些設定 這個非常重要 Blend Mode 當你是Opac不透明的時候 就算你材質有這透明的質感 他也不會作用 所以我們這裡要改成 AlphaBlend 或AlphaHash 按透明 Show Mode AlphaBlend 然後這裡你會發現奇怪 我們把他移出來 G 眼珠移出來 我們發現其實他有透明的效果 我們把Roughlin先關掉 可是把 我們把他移回來 眼睛 我們發現他其實沒有透明的效果 其實這是BSDF的 透明材質 他有一些缺點 他那些不是那麼完善 所以這裡我會眼睛 的部分 我不會用 BSDF的質感去製作 把他刪掉 我會用Shift A 我們來創建 Shader 這裡之前 沒有講過的部分 我們眼珠 如果 的玻璃的話 我們需要的東西有什麼 第一 他是在外面 他是有透明的質感 是透明的 再來就是他有高光 所以我們會需要 Glossy 反高光的這個屬性 跟Shift A Shader 我們需要他透明 Transparent 透明 好我們用 MixShader Shader MixShader 我們將他們這兩個屬性做混合 然後我們這裡我們先用Ctrl 就 就指定看他的效果 像Glossy 這裡是 他這裡是0.5的模糊程度 所以他這裡是糊的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希望他是高光 是很利的 但是在這個模式下 雪景這裡模式 他是用環境 FDR去反射 代表光 他高光反射 我們這裡幾乎以卡通指導 我們叫他最銳利 然後Transparent 透明有沒有 這裡透明的質感 他是全透明的 所以現在也看不到他的質感 所以我們現在是 混合這兩個材質 的屬性 然後再給 嗯 輸出 這裡可能有些人 一樣沒有效果 一樣在這裡 setting這裡 沒有把這個OPEC改掉 他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這裡有 α的部分要調整 好這裡我可以調 虛擬的模式 稍微調整一下 我的偏向 我們可以缺到 最後 viewport shading 高光的部分 來看看 他實際上 我們高光的效果 我們把光移到前面 看 有沒有 像這樣他眼睛的高光點 就已經有了 那現在是這個點光源 我們改成area light rotation 過來 rotation 我們把它改大一點 像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 有 有 高光 好這裡我們就來說明一下高光 我們這裡 我們眼珠 眼珠這裡我們是用 我們來開一下 眼線面 我們是用 Round Cube去做這個眼珠 所以他這裡看起來 高光是很漂亮的 這高光是在這眼珠上 好 我們這裡這個眼珠 我們把它開起來 我們這個 shiverd 複製一顆眼珠 我們把它 rotation 180度 skill 大一點點 我們拿這個當我們的眼珠的時候 我們這個 也給他 一個材質 一樣是 eye glass 不是eye glass 另一 eye glass 同樣的這個質感 這個眼睛 我先一樣 把這個 眼睛也給他 質感上上去 這樣才會 大家才看得到 black eye white eye white eye white eye black 可以刪掉 eye black 這樣比較 選點比較 不會選到這麼多 enter 好 這裡我們要edmod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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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把眼光 打開起來 來注意一下 當我們這一個 眼珠 他的布線 不是正 不是四角面的時候 是三角面的時候 你看 他的高光 會變形 會變得很奇怪的形狀 反而不是我們要 這個就算我們加了細分 細分多加幾階 他還是會有這樣的性質在 他會變形 可像我們rmq這邊呢 他 他的布線是順 平均的四角面 他高光就會是漂亮的 所以說 為什麼說不要 盡量不要損角面 一個是做動畫的時候 會有一些 拉扯會有問題 再來就是他質感呈現的時候 通常會不漂亮 反而會一些變形 除非這是你想要的效果 可是通常是不會 通常如果想要有變形效果 我們會用在質感上 去做下功夫 這部分就是 質感上質感的部分 然後說明說 我們的布線 對我們的質感會有什麼影響